前科犯驾车撞进基隆八堵派出所 远警苏玉宏不幸殉职 警戒备份家属爱妻 基隆市长谢国良当时这么说 但现在却传出苏玉宏的家属 恐怕没法获得最高抚恤金 引来基层炸锅 根据公务人员退休资前抚恤法 若苏玉宏被认定是因公殉职 家属可获得1104万抚恤金 但若是因公死亡只剩378万 相差726万 传出当时坐在值班台的苏玉宏 未被认定是法条中抢救灾害 居体或逮捕嫌犯 因此仅算因公死亡 警政署驳斥强调一切还在讨论阶段 很多人嫁给警察之后 可能就会死掉工作在家里照顾小孩 那现在突然发生这种意外 家里面等于说是完全没有经济来源 7年来全台共有10名远警 被认定是因公殉职 2022年台南杀警案 遇袭丧命的图名城曹瑞杰 是最近的案例 内政部曾于2018年提出修法 放宽因公殉职认定范围 期盼给警职人员更多保障 据了解 迅职认定是权续部的权责 警政署强调绝对想替罹难同仁 全力争取 所以希望基隆市警局能减负更多相关 佐证说明 近日将在开会审议 基层援警指判 他们的宝贵性命 不是今天公祭 明天忘记 3D新闻正想人陈玉璇台北报道